男孩举起石柱用力一扔 两人抬头一看 石柱袭来 把他们砸飞出去 重重地落到地上 紧接着剪断绳子 石柱就滚了下去 哭吃一声砸到两人身上 随后推来冰箱 放到楼梯边缘 再系上绳子 熊大抓住把手用力一拉 冰箱稀里哗啦滚了下来 觉得声音不对劲 把耳朵贴到门上仔细一听 这时冰箱来到下面 撞开缸门 把两人挤到墙上 他们差点成了肉饼 鼻子都被挤歪了 男孩非常兴奋 爬到楼顶 把绳子扔了下去 用力拽了下 顺着绳子滑了下去 半天后 笨贼跑了上来 看到下面的小帅 他们抓紧绳子向下滑去 突然熊二闻到一股汽油的味道 这时小帅滑着火柴 点燃了绳子 大火迅速蔓延 两人急忙向上爬 可没大火速度快 下一秒 他们就摔了下来 砸泡木板 掉到了地上 小帅来到电话亭 拨通911 打了个报警电话 看到两个笨贼追来 他急忙向前跑去 突然脚下一滑 重重地摔到地上 两人追了上来 一把提起小帅 把他带到了小树林里 熊大掏出了枪 而旁边的树上 停满了鸽子 一个女人走了过来 小帅趁机逃了出去 随后女人把饲料 泼到两人身上 下一秒 无数鸽子飞来 把两人围到中间 疯狂地吃着他们身上的饲料 疯得熊二娃娃只叫 这时 郭伯勒才姗姗来迟 抓走了两人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